先是徐千奇 然後高鴻男 接下來 喔 拍謝 一定是柯文哲 一定會對付柯文哲 目前賴清德只有兩個腎臟 一場腎臟 腎臟是什麼 整肅鄭文燦 結果民進黨的支持度掉 賴清德的支持度反而爬起來了 唯二的勝利是什麼 就是事件案 所以賴清德也懂了 網軍不是他最強的強項 政治動員 清陽那麼弱 曬太陽都不行了 怎麼抗中保台 接下來賴清德 一定會把司法 變成他的政爭的主要工具 我覺得民眾黨整體 我的建議是要強化整體 那個司法戰的一個整體的戰力 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因為之前包括了 新竹市的那個發言人徐千奇 民眾黨黨員嘛 他不是也被那個 民進黨的鄭裕彭告 我說真的 民眾黨要有一個覺悟 今天賴清德整個司法上的這個操作 我等一下會講原因為什麼 這會變成賴清德 司法攻防會高於文宣攻防 高於立法院攻防 會變成賴清德 接下來政治鬥聲上面的詛咒 我覺得民眾黨要有一個覺悟 先是徐千奇 然後高鴻安 接下來 歐歐歐一定是柯文哲 一定會對付柯文哲 我覺得民眾黨接下來 三年之內可能有會 會有非常多的官司要打 大家也不用去僥倖 不要想說柯文哲不會被告 不會被起訴 民進黨一定告 為什麼我說賴清德 接下來會把司法當成他 整個政治鬥爭的一個主軸 因為你看賴清德到現在執政 也才兩個月 他對美 被美國人說是麻煩執照者 對中國大陸當然就是弄到翻臉 對國內的在野黨也處理不好 動員輕鳥 輕鳥變老鳥 天氣熱的時候只有十位長輩過來 社會動員上不明也是全部都輸 賴清德第一場勝仗 勝仗是什麼 目前為止 就是整肅自己黨內人 整肅鄭文燦 在司法上起訴了還收押了鄭文燦 結果民進黨支持度掉 賴清德支持度反而爬起來了 而另外一個他的第二 唯二的勝利是什麼 就是事件案 所以目前賴清德只有兩個勝仗 打了那麼多敗仗 只有兩個勝仗 都跟司法有關 所以賴清德也懂了 網軍不是他最強的強項 政治動員那些青鳥 青鳥那麼弱 曬太陽都不行了 什麼抗中寶臺 接下來賴清德一定會把司法 變成他的政爭的主要工具 我知道大家鼎立也主持得很好 文宣也弄得很棒 但是這不會是接下來主戰場 接下來一定是在司法 所以民眾黨要整個去準備 面對接下來三年的一連串的訴訟 那何況現在不會調查權 也被暫時處分了嘛 所以這部分民眾黨還有在野黨 不能調查執政官員的那些 貪腐的情況 反而是執政黨可以繼續用司法 來當作一個手段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 一定要把大部分的資源 集中在司法這部分 也會不會調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